字幕志愿者 李英聪 风水命理 焦点视频李英聪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歌幕见到李英聪师傅 焦点视频登陆各大社交媒体 有你的支持我们越做越好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李英聪风水命理的节目的时间 今天仍然是2021年的10月27号 今天拍片和大家说上星期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很不小心 跌倒 当时有新闻报道他跌倒 当然我们不知道实际上他什么时候跌倒 不过因为有新闻报道出 也按于占卜的不动不占的原则 所以我们由新闻的时间去建盘 这个起盘就是10月19日的展示 就是新闻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是代表林郑跌倒的时间 是新闻发布那一刻的时间 大家要记住了 这个也是在眼前来说的奇门遁甲盘 之前拍了一集奇门遁甲 就是关于北部都会区的施政报告的一些事情 这次想用林郑跌倒的时空点 去用奇门遁甲看看一些玄机的事情 好了 首先我们看看 用2021年10月19日的指示 就排了以下这个八字盘 就是新丑年 无缩月庚子日 丙子时 好了 那我们就首先 出这个时间 我们奇门遁甲是用时光 去看一个民事的重心点 用丙这个时辰 丙子 好了 丙在哪里 我们看一看 喂 他在这个位置 丙到位置 好了 那跟着 日子是根根根 那根根根在哪里 那我们就看一看 那根根根在这个位置 ok 在这个位置 好了 那我们看看 看看 首先来说 这个根根根就是代表林郑 日子这个位置 那林郑就落在这个位置 商门 商门顾名思义就是主受伤 他是逢逆马星 行动中受伤 好了 天心声 是代表医生 代表有医治 这样的情况 ok 好了 首先来说 我们要验一下盘 能否反映到 因为这个盘就是 新闻公布的时间点 那看到日子这个位置 代表林郑 就落到这个位置 林商门 天心奉逆马 就是说 反映了他是动中受伤 而有医治 得到医治 那就是说这个盘 基本上反映到 这件事情 好了 那看回他的时光 就是这个位置 道门天逢狗地 好了 那我们看看 林郑就是香港的一个最高的领导人 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 这个职业在奇门顿教里面 就是用开门去代表的 开门就是这个位置 开门 ok 好了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原来呢 当时这个时空店 这个狗地道门 天逢这个门 刚刚刚正冲他的工作的位置 刚刚正冲他的工作的位置 是吧 冲他的开门这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 刚刚好是逢空的 空亡的意思 那 反映了一些事情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 现在即将就是 这一届的特首 就是最后那几个月的时间了 未来就会有新的人选 去参选 又或者林郑可能想连任 这样的意境 有这样的意境 好了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原来呢 他跌到这个时间 反映到 对他这个开门 就是他行政长官的地位 原来这个跌呢 是有一个不利的 现象 不利的现象 ok 那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所说的足跡 不动不沾 就是说 可能譬如 打个比喻打个比喻 譬如你吃饭 吃饭 突然之间你不小心 断了一只筷子 又或者突然之间 跌烂了一只碗 突然一声 这一刻呢 我们就叫足跡 叫圆跡 那一刻 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些事情 是即将要进行的话 这一种是一种 未必是吉 也都未必是空 总而言之是会有些事情 要反映的 所以就拿这一件事情 来反映到 见到就是说 林郑跌倒这个时空点 这个柄 就刚刚逢九地道门 天凡正冲 她的职业星开门 这个位置 因为开门这个位置 就是代表她现在的职务 所以来说 不排除这个跌倒 是告诉她 她可能是不能连任 不能连任 当然 大家不要吵 我拍过很多段片 用林郑的八字去分析 她是不能连任的 讲过很多集 由最初 2019年年尾 拍林郑的八字分析的时候 都说了她 2020年庚子年 她会受制于喉鼠龙的人事物 最后出了自经党 然后再拍多一集 应该好像今年年头出 差不多时间 再分析多一次给大家听 她是不能连任 这次我们是用奇门 遁甲这个形式 不动不知 看到她跌倒 所以用她这个 新闻公布的时间 去做一次尖掛 反映出来的现象 都是类同 OK 都是类同 好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林郑是 什么干支的年份出世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林郑呢 是丁佑连出世的 林郑是丁佑连出世 所以她2017年丁佑连的时候 刚刚太岁到 就做特首了 现在丁佑连出世 丁在哪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丁火 下了这个位置 即是她的年名 在这个位置 她坐着根金 那根金呢 在奇门顿甲里面来说 是一个大空声来的 因为奇门顿甲 甲字就是代表主帅 甲甲就是代表敌人 所以有左甲的意味 那她丁火挫断了甲 即是说呢 她会受到左甲 而这个位置里面来说 是临幽门的 幽门就是代表有休息之意 那是不是代表着 林郑这一个跌倒 反映了就是说 她的职业 职务 逢充了 又兇亡了 即是会消失了 而她的年名下了休门 即是她要退休呢 是不是真的这样反映呢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即是如果照看盘照解 就会是这样解 即是你看不到好的现象 基本上都 根金又下了商门 时光又下了盗亡 这些全部都是空门来的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的 一个这样的现象了 维独四见到就是说 因为她的年名是丁 那这个丁呢 就跟这个位置 西北方是属金的 这个位置是属金的 这个位置是对公也是属金的 我们叫比和 OK 比和的意思就是说 她应该是很想连任的 如果在那个盘里面反映 因为她跟这个位置是比门 就是比和 大家都是属金 而开门是代表她的职务 这个年名是代表林郑 就是说 其实她是想连任的 但是因为逢冲 所以好梦成空 OK 休门要退休了 OK 即是见到的现象 就会是这样了 OK 究竟 那个事实如何 大家未来就很快会知道 如果从挂去挂看 所以就应该是没什么机会连任到 但是师傅 在这个盘里 看不看到有些什么的元素是阻隔了她呢 看到的 其实来说就是说 对冲的位置 因为她休息了 这个年名休息了 她要退休了 这个对冲的位置就是她下一任的位置 就是这样 下一任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公位的资讯 那这个资讯里面当然了 你有很多的可能性 OK 就是你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如果你这样估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符合的 如果你这样说 哈哈哈 就是你没什么意义的 那就可以 可以这样说 纯粹这样说 袁武就代表有些蛊惑的 嗯 但是有少少 蛊惑的意味 就是不要说黑道 就是蛊惑 是蛊惑 不过 蛊惑得来也有些责任心的 天任 是 蛊惑得来也有些责任心 OK 好了 那警门呢 就是代表火 火的意味 就是可能有少少 有少少 怎样说呢 就是可能她的 本身她现在的职业里面 带有火象的意境 是的 带有火象的意境 火 火虐的意境 可能是不是一些 没有职人啊 諸如此类的情况 未必可能是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就 这些都是直接去看 有什么人的参选 在那里分析 似乎就会合逻辑少少 我们这样说 嗯 OK 下一集呢 下一集呢 就想再跟大家 去再讲一讲 这个任人年 2022任人年 在任人这两个字里面 有没有反映到一些特首原基 之前就拍了一集 就讲了一个先兆 就跟大家讲过 丁有年 这个有字 就在林郑的正字里面反映到 这个有字 嗯 2012年任神年 那个神字 就和梁振英 那个镇字 产生共鸣 任人年 那个人字 和什么人产生共鸣呢 下一回跟大家讲 好 下一集再请教李永聪师傅 拜拜